一座城市能否给生活于此的人们带来认同感归属感 助力他们成就梦想实现价值 成为评判其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长沙市中心繁华的白沙路上 有一家由香港老板许世青经营的粉面老店民间沙水 店内靠街边一角 港式烧辣名当会出品咸淡叉烧烧鹅等港式产品 港式烧辣加长沙米粉的组合 不仅让许多长沙人赞不绝口 也吸引众多在场生活的港人闻香而来 长沙是一座保容性很强的城市 充满了活力 从曾用两年时间去适应香菜的辣 到现在的无辣不欢 长沙女婿徐世青已经深深爱上这座城市 不久前由她打造的融合湖南米粉和香港快餐等元素的新店 已正式迎客 九五后澳门女生萧秘密 在长沙深耕儿童情商教育多年 而今已闯出一片小小天地 在她眼里长沙对于年轻人来说不仅好玩 还有很多鼓励青年人去创业的一些机制或政策 她会支持你很多的创意 然后她也有地方让你去施展 比如我们也会想做一些公益性质的东西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上课的这个地方 也变成了长沙试图书馆的一个风管 与湖南姑娘喜结连礼 两个孩子在长沙上学 父母在长沙定居养老 姐姐也在公司协助管理事务 已在大陆打拼二十多年的 湖南富丽真青家房有限公司总经理杜俊逸 自称一家三代都是新长沙人 在这位台商眼中 网红城市长沙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也有如年轻人般的青春活力 充满无限可能 长沙是一座非常有底蕴的城市 大陆广阔的市场空间 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市开放度日益提升 长沙这座拥有高友好度 文化底蕴深厚且充满活力的网红城市 不仅吸引了众多外国人在此旅游工作定居 还成为许多港澳台同胞的理想家园 11月24日在成都举行的2023中国幸福城市论坛 揭晓了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 其中长沙连续16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这让越来越多人选择用脚投票 在长沙安放梦想安家落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